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26岁华裔女星汪克莹,Chloe Bennett,2013年在漫威电视影集《神盾局特工饰演震播女戴希儿》走红。 近日她在推特上大访认爱YouTuber网红保罗,Logan Paul,的恋情, 但保罗曾因为在日本自杀森林拍摄遗体上传后遭到批评,掀起外界热烈讨论他们的恋情综合外媒报道, 汪可莹与保罗在去年拍摄电影时传出绯闻,但两人对外否认, 罗根当时也说,汪可莹和我只是朋友而已。 昨、十一,日有粉丝在汪可莹推特上询问恋情进度, 嗨,汪可莹传闻乃和保罗在约会,只是好奇问问乃为什么会这么做, 没想到得到汪可莹公开认爱的答案, 她先形容她拥有的特质因为她善良,富有创造力,有趣, 同时也对生活周遭充满好奇心,很古怪, 不过是在好的层面上,简直就是一个大傻蛋,而且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对很多人来说这并不合理,但也没有这个必要。 她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美好,而我对她也是如此, 对于汪可莹的公开认爱,包罗则相对的有点保守, 在推特上发文说,现在暂停一下,我还没有确认,交往, 但如果我有机会与汪可莹女孩约会,我将会是超级幸运的家伙。 面对两人的互动,引发网友两极评价, 有网友认为汪可莹知道界限在哪,不觉得两人交往是件坏事, 但许多网友则纷纷不看好这段恋情, 甚至痛骂包罗有严重的种族歧视。 保罗去年前往日本自杀森林,青木原树海, 拍摄该地上吊时手引起外界踏伐, YouTube公司也终止与保罗的商业合作关系。 尽管保罗在影片发布一天后紧急下架, 并对外公开道歉, 但许多网友仍不买账, 希望他赶紧退出网红界。